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T台真进化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今天跟我一起深入探讨新闻的是 TPBS驻大陆记者林耿贤 钱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耿贤你知道呢 5月18号就是这个月的18号 即将WHA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了 要在日内挖举行 台湾能不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呢 现在还在未定之天 不过美国算是蛮有意思的 美国国务院在网路上发起了推文 要挺台湾进入世卫大会 结果有很多网友 全世界的网友来声援 对 没有想到那么多人竟然挺台湾 其实有一个统计 就看这个圆秉图 大家发现了有49% 竟然是来自于印度这个国家 相当的特别 世卫组织将5月18号举办 台湾参与有多少人讨论呢 他们统计出来了 49%是印度 19%是美国 看到圆秉图 几乎快要一半是印度人挺我们 进WHA 我不知道 感情看到这个结果 有没有觉得很意外 我个人是觉得蛮意外的 因为印度以前感觉上 跟台湾的关系上面 没有特别好 好像也没有特别坏 不过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其实是蛮接近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Tweet for Taiwan 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起的 它的样本 其实是用449个网友的推文 来做分析 结果让我们很意外 可能让我们台湾人比较意外来是 有一半以上 将近一半是印度网友 要支持台湾或者是声援 希望台湾能够加入侍卫 再接下来是美国 可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上去 推文的其实不算多 在中间 2%左右而已 对 我们的下面一个国家 就是泰国 没错 然后香港人也有一些人支持我们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中国大陆也有支持台湾进入WHA 参加世卫组织大会的这样的声音 蛮好的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大家蛮好奇的 竟然中国大陆有1%支持我们 其实根据美国台湾观测站 它分析了 印度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其实是很小心谨慎的 而且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对于人造病毒的指控 一开始其实是来自于印度的媒体 这代表印度跟中国大陆有嫌隙了吗 我们知道他们在外交上的禁逐 中国大陆跟印度 其实还是蛮针锋相对的 有点竞争的概念 其实这个报告也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世界上还是有人来力挺我们的 现在包括了菲律宾 他也力挺我们 其实看到了菲律宾 他透过他的频道 新闻频道播出了6分38秒 介绍了台湾如何防疫 这个影片现在已经有600多万人观看了 其实很多人对这样的台湾防疫 相当的有兴趣 好 我们知道菲律宾这个电视台 ABSCBN的频道 是一个新闻频道 它在前几天用6分钟38秒的影片 来介绍台湾如何防堵这一波的疫情 大家知道我们在新闻台工作也知道 6分多钟的影片 其实算是长影片了 长影片 而且如果内容没有很扎实 大家可能会转台 所以其实要内容要如何吸引 就6分38秒要相当的扎实 内容相当多 可能也要有一些动画 会有一些特效 一些吸引人家观看的重点 还有蛮多访问的 大家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 这个影片 就是菲律宾的电视台 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的采访 那他从台湾的地理位置来介绍 并且告诉大家 在去年底的时候 台湾就派了一组专家 是台湾的CDC派了一组专家 飞往武汉去观察当地 那时候发生了是不明原因的肺炎 对 当时还传出会人传人 台湾就先派了一组人先去观察 这个新闻当中他有特别提到 而且也提到了 他也请了旅美的专家来分析 为什么台湾的防疫 可以做得那么好 明明我们跟中国大陆那么靠近 地理位置上 我们离中国大陆最近 怎么样能守住防疫的破口 新闻当中有特别提到 是 其实我想这段期间 很多台湾人可能都觉得说 全世界有好多媒体 突然在这个时间点 都纷纷的把镜头对准台湾 其实是真的 我们的这个防疫有功 有些人说是什么 大外宣 大内宣 可是很多国家 我自己也知道 包括法国 我自己在英国也有朋友 做从事这个新闻媒体工作的 的确他们发现 这一波台湾的表现很亮眼 所以派记者或者是派部落客 来这边做相关的专题报道 这个我们是要特别的感到骄傲的 其实包括了网红 他们也特别来台湾报道 最近阿滴他跟一个网红合作 世界的YouTuber 来分析说台湾的防疫工作 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好 他派了一个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 其实很多人点阅 很多人觉得说 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 怎么可以防疫做得那么好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疫情 都还没有开始扩张的时候 菲律宾其实是 不让台湾的飞机飞过去的 的确 那个时候把我们 列为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是严格禁止台湾的飞航器 进入菲律宾的 不过短短才一两个月 他们民间的声音 或是他们新闻台 或者是媒体的声音 已经是转向了 包括你可以看到 菲律宾的商业劲爆 在5月4号就以漫画的形式 来表现台湾防疫的成果 大家看到这一个漫画 上头有这个蔡英文总统 还有包括对岸的习近平总书记 那可是高下立判 这波防疫的确在宣传上 在媒体的表现上 我们的收获都很多 没有错 可以看到这个漫画当中 蔡英文举了一个 COVID-19的一个分数表 其实他相当开心 那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 就相当的生气 气扑扑这样子 这个漫画现在 也在网络上疯传 甚至连日本也报导了 台湾的防疫工作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其实算是比较接近的 台湾跟日本的交流也比较多 在民间的方面 那日本最近有一个偶像 叫做英景祥 他和媒体人池上瘾 他们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 教科书学不到的超级难题 这个节目其实蛮受欢迎的 在前天他们就播放了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用这个铁人大臣 来称赞我们的阿中部长 说他的防疫表现有目共睹 没有错 而且他说 世界领导人都要来向他学习 那阿中部长也说了 很骄傲台湾的防疫 世界都能看得到 可是这样子 阿中部长会不会很骄傲 好像近期来他的表现 大家都说顺时钟 对 我们其实这是为观众朋友 爬梳把这个国际的媒体 对台湾的防疫相关报导 来集结成策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有这样的成果 所以美国是不是也出现了 这样子挺台入侍卫的声音 刚刚也跟各位朋友报导了 像这个美国的国务院 在推特上面发布了这个 这个行动 力挺台湾的这个行动 其实短短几天就很多网友 表达了他们对台湾的支持 可是也有人说 你们想太多了 川普其实把台湾当作一张牌 他是要针对北京 好像也有这么样的说法 认为说他把台湾借力实力 其实是要针对北京 其实川普政府传越了一份草案 推动台湾纳入WHO 要来压制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并且惩罚WHO过度亲中 华府也表示 国务院跟国际开发署助联合国代表团 将会寻求其他的卫生组织 以让台湾的资金转 美国的资金转入 这是川普的新闻这样子 大家知道福斯新闻是Fox News 它一向是比较亲共和党 亲川普这一边的 所以这一份草案 希望推动把台湾纳入WHO 来压制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美中两强的对决 台湾变成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可以在中间 变做牌吗 或者是两边 也许我们在两大国的争锋中 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夹缝中求生存 而且大象在那边打架 我们可能可以找到更多 对台湾的利基点 就有很多专家就说 这是前所未有台湾最好的机会 加入WHO 包括了共和党的议员 他也说了 如果WHO没有办法增进 这个透明度 以及问责是 美国将带领世界成立新的组织 这个说法说起来有可能吗 其实共和党里面有很多鹰派 他们在跟川普唱和 因为你知道川普在疫情发生之后 尤其是前一阵子 对WHO的指责只有多没有少 所以他不但抽赢根 扬言以后再也不赞助WHO 任何的资金了 现在其实他也在放话说 我们可能也不需要WHO 我们可以另外出钱再成立另外一个卫生组织 国际性的 然后让WHO maybe让他瓦解 所以这样的声音出来 很多人说川普是在说气话 或者是在乱说 不过以美国的能量跟强国的地位 你很难说他能不能够做成功 对的确 毕竟他也说了 每年资助WHO那么多钱 他如果先不资助了 那谁还能资助WHO这个组织呢 那他能不能成立新的组织来抗衡 其实外界也在看 到底是说气话还是真的有此事 要怎么做这样子 其实川普这样的提议 或是这样的想法出来 很多台湾人也觉得说 好 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花这么多力气 一定要加入WHO 因为包括WHO我们要讲的 5月18号在瑞士登场的 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能不能用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现在都还在未定之天 有可能是用视讯的方式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努力 或是这么多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防疫 或是我们的工卫的水准 可能比WHO还好 这是一些声音 那何必一定要加入呢 我们搞不好加入了还会削弱自己的能量 所以各种的声音现在都跑出来了 的确 但面临到这种世界流行的疫情 我们总是希望说 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资讯 第一时间能够得到资讯的 当然就是WHO 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希望说 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卫生组织里面 5月18号在日内瓦登场的WHA 这个世界卫生的大会 能不能加入 其实秘书长谭德赛也说了 这个要取决194个会员国的同意 现在看起来 如果中国的官方的 好像看起来还是蛮强硬的 所以比较难一点点 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内部 川普对台湾有支持 不管川普的意思 是不是因为要针对北京 所以支持台湾 不过他的动作 针对美国 美国针对中国非常多 所以在美国的反对党 也就是民主党的参议员 没难得知就说 川普政府把WHO当作 代罪羔羊 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其缓慢 欠缺协调 以及完全不足的疫情应对 这个对美国的反对党 民主党来说 当然他们觉得 川普是在找借口 你把这个WHO 或者是骂死中国 这样子可以转移焦点 人们 美国人 就不会一枝强力的谴责他 有人认为川普 是不是要打中国牌 不管是在经济上 或者是疫情上 像他说的 他川普只是把WHO 当初戴罪羔羊 那北京政府 他只是觉得说 拿来当作大甩锅 那到底这样子 大家都不会就责川普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问一下 这个梗贤因为你是 驻中国大陆的特派员 那特别是在上海 那中国大陆内部 一般民众对WHO的印象是什么 有像台湾一样吗 因为台湾的民众对WHO 每个人好像都很了解的样子 其实中国大陆内部 还是蛮信任这样的一个组织 毕竟 其实不管是从事件发生到现在 这个维生组织都对 中国大陆的处理方式战域有加 那对于川普的这样的说法 当然是觉得 你在说什么 怎么把我们说成这样子 好像我们都有错一样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内部来说 还是蛮相当赞赏这样 他们的做法 不过这一波中美的 有人说是进入新冷战时期 或者中美的针锋相对 一般民间可能 仇美的情绪也出来了 其实有一些 我有一些大陆的朋友 他们也会说 其实在微信上面的朋友圈 发文都会看到他们 猛烈的批评川普 或是猛烈的批评美国现在的做法 他们都说 美国你们自己防疫都做不好了 你们现在的确诊人数 跟死亡人数 都比我们中国大陆来得多 那你凭什么来把这个病毒 怪罪到我们身上 是 可见这个中美大战 从官方一直到民间 都还有得吵